到知名连锁餐厅用餐 却吃到生鸡肉让民众气炸了 高雄民黄小姐带儿子到 岗山知名的连锁餐厅用餐 点了一份法式黑松露嫩鸡炖饭 但吃了一口才发现鸡肉根本就没有熟 当下就吐了出来 也觉得恶心不舒服 而业者除了表达歉意 删除了这项餐点的费用 也强调会加强拿捏烹调时间 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 鸡肉没有熟 用叉子剥开肌肉 里面的肉呈现粉红色 根本没有熟透 另外一块肉也一样 消费者觉得好恶心 还说当下一阵恶心 头晕无力 怎么肉切不动 然后才一先 根本就是从冷 就是从冰箱拿出来的那个生肉 整块都是肉皮是熟的 然后我当下我也就是觉得很 就是反胃 我甚至于去结帐的时候 去结帐的时候 我差点就吐出来 直呼这感觉 还就像是从冰箱直接拿鸡肉放嘴巴 吃到生肉的阴影挥着不去 业者提出重新自作餐点 遭到拒绝 最后删除该菜店的费用 以及服务费 还说会负责医药费 但黄小姐说 她要的是业者检讨食安问题 你要送餐之前 你应该要先做一个检查 尤其是鸡肉这种东西 有熟没熟 你是不是应该戳一下就知道了 17号黄小姐带着儿子 到岡山这间连锁餐厅用餐 小孩点了发誓黑松露嫩鸡顿饭 因为口味不合 她接手来吃 却吃到了没熟的鸡肉 让她气炸 对此业者这样说 真的我们的烹调手法 时间上掌控的拿捏 会再往后加强教育训练 而卫生局获报之后 也立刻派人前往餐厅 稽查 要厘清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同时也提醒业者 应该要更注意出餐的品质 接着我孟婷登明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